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講一下大樓的亡妻 保詠琴女士的一些八卦娛樂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如果大家講到大樓 就會有一位香港小姐冠軍 很漂亮的,叫做李嘉欣 字就會聯在一起 當年他們吃飯的照片我們都看過 曾經有傳聞說保詠琴 就拖回黎明的傳聞 其實內幕 我們後來找到的消息 就不是大家看到這樣的 究竟是怎樣呢 保詠琴一個戀情 最轟動的 除了是黎明的緋聞之外 就是這個洪潮峰 洪潮峰我一隻手指摘死你 最後呢 出家為憎 現在去了哪裡呢 大家要聽聽了 大家好啊 又是我韜客 今天呢 講個故事呢 Juicy 那是這位奇女子 保詠琴 我心目中呢 她是一個超級女強人 都很厲害的 一位很成功的一位女士 當年也是一個 有人傳聞 說她包養過黎明 到底這件事是否真的呢 讓我晚一點和大家拆解 始終黎明也是我的童年偶像之一 經常唱她的歌 那說回保詠琴 她就1954年1月24日出生 這個水平座 2003年4月20日離世了 原來呢 她過世的時候 只有49歲 但是呢 我第一次看她的照片 我還以為她老一點 那原因 遲些再說 為何看上去差那麼遠 她本身是北京人 即是家庭組織在北京 在香港出生的 和阿公是同鄉 五兄弟姊妹 去到中學年代的時候 讀完中學之後 就去了加拿大升學 就入了這個滑鐵盧大學 就讀這個社會學 那時候呢 她已經是在餐廳裡 半工半讀 去完成她的學業 就是說 不需要靠家人 靠自己 真的很厲害 其實 後來呢 認識到她的前夫 劉聯雄 即是大樓 在結婚之後 1978年的時候 就創立這個 外美高風扇廠 都很厲害 開了一個廠沒多久 五年內就上到市 還同一時間 擔任這個多項的社會公職 例如這個 東華三院的首位女主席 其他那些都不夠這個威 其他那些 不看著了 她個人的資產 聽聞最高的時候 上百億 分析一下她的面相 她的面相 其實都算是女生男相 微粗粗 鼻樑高 腮骨的輪廓明顯 法令文又深 拳骨高 之前五仔也有些節目 都有提過 拳骨高 是女人要掌權 還有女性如果見到腮 就說她 不是 不是五仔說的 Sorry 是蘇文峰說的 她就說過 如果男人見腮 就是能幹 但女性見腮 就不是太好 好喔 因為女性太能幹 她的婚姻的運 就會比較弱一點 女人最好柔弱一點 男人才可以有保護肉 但是呢 現今社會 都說有一些 物種叫小奶狗 小狼狗 小奶狗 如果她身邊是這種 男性的話 就沒問題 但是 你看看她身邊的是誰 大樓喔 出名 又有能力 又是強的那隻 只看愛美高 上市的時候 她用那些財技 一買一買 賺一大筆的時候 都拍爛手掌 詩問 如果這類男性 遠古時代 又有能力 又有能力 怎可能只滿足於一位女性 又有錢 又有細心 那時候沒有一夫一妻制 早就妻接成群 有人都說 保永琴旺夫 我持相反意見 保永琴不是旺夫 是財運 自己本身都超旺 跟她一起 反而是會被她的光芒掩蓋 所以 她身邊的男人 如果是自尊心比較強的話 其實都挺辛苦的 這類的女性 其實就不適宜早婚 而且要找一些 年紀小過自己很多的人 才會容易夾 因為 太年輕結婚 人就容易衝動 年輕的時候 衝突都會比較多 還有年紀跟她差不多 那些 就會跟她 意見上 就會覺得 年紀我們都差不多 你見識都是差不多 為甚麼我要聽你 但反而 如果她的另一半 是小她十幾歲以上的 那她一說 喂 我食鹽多過你吃米 那你怎樣都要 聽她的意見 所以人太過好強 其實都幾傷到自己 因為 就算她成功 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錢 找到一定數目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需要不需要必要 還要這麼拼 而 寶小姐 就是前樓太 辛苦了大半生 換來的是甚麼呢 結果換來一張 簽了名的離婚證書 就是另一邊 以及 十年內 三次復發的癌症 老實說 十年內 這樣被病魔摧殘法 怎麼都 老得快些 那我覺得 不是太值了 就是當你覺得 是時候要享受人生的時候 你又要 花時間 花錢去看身體 就是變了 不是一個等價的交換 就是你錢都未必買得回 你的健康 和你的生命 那她曾經 在第一次 癌症醫號那時候 就認識了一位 銷性的男朋友 但是那時候 第二次復發 令到那個男性 朋友 就是那個男朋友 就好像看不到未來 那樣 暗然分手了 直到98年 被她遇到一個 影響到她 下半生故事的男人 這位是哪位呢 那當然是 之後我要講個位 那到底 一位 奇女子 遇上一代奇男子的話 會有甚麼化學作用呢 這樣 都知道 啊 化學用品 不能亂混 混在一起 很容易爆的 結果當然是爆 對吧 那這位的主角 就是洪潮峰 洪潮峰呢 原名 就叫洪烏豬 那這個名字 真的挺有個性的 真的拍得住 魯爾哈赤 大家知不知道 魯爾哈赤呢 這個滿族話來的 原本 解釋是甚麼 其實是解野豬皮的 那其實她哥哥的名字更慘 叫洪狗仔 那1960年 1月5日生了 那其實他們當年 都是走爛下來香港 父母呢 就是讀書水平不高 那相信呢 那個名字 起得越甚麼的話呢 就越容易養大 那所以就起一些 這麼搞笑的名字 那呢 幸好呢 他遇到一個很好的 幼稚園老師 就幫他改名 就叫做洪潮峰 那他的哥哥呢 就改了名叫洪潮光 那他們呢 都相信呢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所以呢 洪潮峰呢 其實都很努力讀書 那他就 一路很好的成績 他呢 就在這個中大那裏畢業的 就讀這個廣播系畢業 畢業啦 那因為他都有一把靚聲 那時候呢 在學校的時候 都很受朋友 同學歡迎 就是那些女同學歡迎 那畢業之後呢 就跟其中一位女同學結婚了 那生了一個小朋友 就叫洪潮 其實呢 取名呢 就是說 他跟那位同學的姓呢 夾在一起 那一個姓洪 一個姓葉 所以叫洪葉啦 那後來呢 他太太呢 都用他兒子的名字 開了一間書店 就叫洪葉書店 不過不知道是哪個位 不知道是不是旺角 還是哪區 大家知道的話 留言告訴我 那後來呢 洪潮峰 發現自己 中途轉機 那又被他太太 不小心發現了 所以離婚 那他後來呢 都有說的 為什麼會中途轉機呢 那原來他契機呢 就是 他十八歲的時候 喝醉了 就被一個外國人呢 就啊 在後面搞他 就打通了 任督二蜜 跟著之後就 唉呀呀 跟他開第三隻眼 就發現了自己 性取向 有些 跟平常人不同 叫做 那他就在電台工作多年 就靠一把美麗聲 再加這個風趣幽默的風格 就有很多粉絲 原來呢 他除了 說的聲音漂亮之外 他都運用這件事 去學這個聲樂 是藍高音 還要是 那他在後來呢 在這個 演藝學院的聲樂部 又進修過 後來又入了 港大的音樂系 畢業的 那很多人一說 就說他在港大 其實呢 他是後期才入港大的 早期呢 是重大畢業的 可想而知大陸那些網站 都不做功課 是這樣的啦 那我呢 都在網上找過 一些公開的表演 那不是那些流行曲來的 是一些 就是傳統的 中國那些 那些 山歌那類 什麼 那叫天露 和這個 青藏高原 這些比較民族的歌謠 其實那個歌的難度 是幾高的 然後又聽過他唱一些 西方那些美聲音樂 其實那些 他的功底真的是很厲害 不是 不是差那種人 就是不是說 他吹就什麼 所以 如果他做流行曲歌手 都難拒不了 應該是那些 叫實力派歌手 可以做到 可惜他又沒有簽過任何 唱片公司 但是我看過一些資料 說他有出過碟 出過幾首歌 說什麼 狂風掃落葉 和這個 狂躁症 狂躁症 的歌名 但是呢 找不到 我想聽都聽不到 那有一次呢 在98年的時候 就遇上一個 又改變過一生的女人 就是故事一開始 提到那位 保永琴小姐 那他們原本呢 就要做一個訪問的 那訪問前呢 當然要聊聊天 去了解一下 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 不可以在節目裡提 什麼不提 就約了在酒店 聊天 酒店房 那他一天開門 打開門的時候 看到保永琴 以窗而坐 一陣耶穌光打下來 有雷鏡 就覺得 哇 這位女士真是 非常之吸引 令到他這個 男性荷爾蒙 急速上升 發現他原來呢 不只喜歡男人 原來都喜歡女人的 保永琴也都被他 風趣幽默的性格 吸引 異性雙級 沒多久就一齊了 但是呢 不幸地 一齊了 十一個月左右 就分手了 事緣呢 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剛才都有提過 保永琴的事情 面相呢 發令文很深 拳骨很高 那是什麼呢 發令文深的人 要求很高 比較閹尖 拳骨比較高的人 控制肉比較強 每樣東西都需要在自己掌握之下 一個本身喜歡自由的DJ 遇著一個控制肉強的人 那你大家會想到什麼事情發生 講一個故事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就說他們去法國旅行 就是歐洲旅行的時候 那保永琴打算帶他去 坐長程車去看這個大衛像 那你只要坐長程機 周據勞頓都挺辛苦的 吳朝鋒就在長程車裡面睡著了 誰知一醒就看到旁邊那位 他口中經常說 寶寶呢 好生氣喔 寶寶在什麼生氣啊 保永琴就說 你浪費了這個長程車 沿途見到的美景 他安排了這個長程車 其實就是為了 一起欣賞這個風景 被你一覺就睡了 就浪費了 其實可能單方面 就為了他好 但問題是你事前沒有跟他說 這個行程是為了這樣的 這個都是水瓶座的一些特點 經常以為別人知道他怎麼想 但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人 知道他的腦回腦在想什麼 所以經常都會跟別人有矛盾 如果一般的水瓶座 其實多些跟別人溝通都沒有問題 但是保永琴是誰 超級女強人 習慣了別人就他也可以 別人做老闆的 結果沒多久 他們分手就 正正地反映什麼叫做 反轉豬肚就是腓了 男的就說 我學過少林功夫 我認識一指禪 一隻手指就搓死他了 女的就爆他 傷性戀 喜歡這個 林志祥粉絲來的 喜歡三人行 那洪潮峰又轉頭又說 我的子孫有價 不是八百犧牲 肥一次 每粒一毫子計 每次當我肥十億出來 我肥了十一次 你手反你十一億 當然那時候的新聞 超級juicy 每天都有人追看 那當然 電視劇都沒有這麼juicy的對白 想都想不到出來 這麼貴精彩 最後 公然不了了之 我有沒有收到他的照片 是沒有人清楚的 我問他才知道 曾經有短時間 康復在一起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原本的問題都沒有解決過 怎麼會康復呢 所以很快又散了 後來寶永琴過了身 洪潮峰也有想去鞠躬 之後沒多久 他就說 因為和寶永琴一起的過程 令到他有粗狂症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說 其實他家族都有遺傳粗屈症 因為始終你有這些 你始終你的行為都是異於常人 再加上 平時穿衣服就比較前衛 那些想法又比較 比一般人超前 所以了解他的人又不多 那被這個雜誌 就報到他 是這個 瘋了 就封他為四大瘋王之首 那時候都經常不放過他的 經常追趴他 經常這樣 躺身到他 你一個好人 都被他們搞到瘋了 休息都不夠 是不是 連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被影響的情況 那後來呢 他就 2012年那時候 曾經說過 就不做電台節目 那說他不想參加這個 中國達人Show 那結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海選被人 淘汰了出來 因為我看了整晚 我都沒看到他的名字出現過 在那個節目裡 那不知道是不是海選 那時候被淘汰了 但是他就說 憑他這個多年的聲樂功底 應該是可以入圍的 說真的 你如果參加一個中國好聲音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的 大人Show 始終是一個好 什麼都表演得 比較雜的節目 你只唱歌 吸引力沒那麼大的 反而你說參加中國好聲音 那些 那時候可能還有些機會 我這樣說 那時候他也入了學 有一段時間 你去那些節目 反而被你的後輩 平頭品足 說真的 你會覺得 很沒人的 其實都 然後 他的病情都很反覆的 去到最後 他就修閃了 漸漸都越來越正常了 然後後來就 被人說他有舌癌 就剪掉了一部份的利的組織 其實這件事都挺慘的 因為你明白一件事 他最擅長的就是 說話和唱歌 那條利其實都很重要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樣剪掉 等於廢了他幾成武功 沒有什麼分別 還有他做不到他最喜歡的東西 之後就 他都用了很長時間去訓練 令到他可以 好像正常人那樣說話 因為他切了利組織之後 要在大腿內側 找一些組織去填上 相關的那些 沒有了的位置 那也有少少影響 那個容顏 然後比較近一點的近況 就是 替了道 就修行 做了一個出家人 還有 又公開了自己的性傾向 原來 兜了這麼大的圈 原來 不是雙性戀 原來都是喜歡男人的東西 那在這裡 希望他身體健康 因為年輕的時候 都聽不少他的節目 還有他那時候 最熱的時候 是講一些 跟性知識有關的節目 都很多人聽 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 因為太晚了 家人不給聽了 就有點可惜了 今天講到這 還沒了 不是 還有一件事 還沒什麼 變了 掉了旗票 一開始講的 就是說 到底保應琴 是不是有包過黎明呢 那我翻查網上 資料 其實 沒什麼人提過這件事 但是 最後來我發現 有一宗新聞 就是這個24年前 就是2000年的時候 廣州有份報紙 就有說過這件事 但是 原來是老作的 被黎明告到他脫褲了 我希望 我不要被黎明告到脫褲了 因為我幫你解釋這件事 是什麼事 幫你澄清一下 現在是 我愛黎明的 說真的 我不是機 雖然 我小時候很喜歡聽 聽那些歌的 這次真的講到這裡 下次再會 拜拜